好,各位同学,那么币包我们也讲的挺多了 那么大家可能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币包到底有什么用 好,那么我肯定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然后通过这个例子来看一下币包有什么作用 但是首先我要纠正大家的一个观点 就是币包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 不是说我们的代码没有币包了之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写代码了 或者是说我们的功能就无法实现了 这个很像我们之前讲的每一句 它只能说是可以帮助你去精简 或者是说让你在代码的架构上面更加的合理 它是属于一种辅助的编程方式 或者说它就像我们的类一样 你说你没有类合面向对象 你可以写代码吗 可以写代码 很多这样一个面向过程的语言里面 都没有类合对象的概念 别人的程序不是一样可以写吗 所以说币包它只是一个思维方式的不同 它属于函数式编程的一种 其实说到这里我也还是想吐槽一下 我们现在很多公司面试的时候 都会问你这样的一个币包的概念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你没有币包能不能写代码 一样可以写代码 而且很多公司在面试你这样的一个币包的概念之后 可能你以后写什么样的代码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根本就没有一个要求 你可以写面向对象的 你也可以写这样的一个函数式的 这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作为讲课 我肯定会讲币包 而且因为很多同学也问到过 这个函数式的编程 而且我也会把它讲得很清楚 但是至于说你用不用 那么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衡量一下 好 那么下面我来描述一个问题 然后大家根据我描述的问题 可以尝试的写一下代码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肯定是比较简单的 关键是我们要透过简单的问题 看到币包是怎么使用的 好 那么假如说有一个旅行者 他要去旅行 好 我们现在需要计算出旅行者的一个路径的长度 假如说我们把它想象成这样的一个直线 这样的一条路 好 那么这个路我们简化一下 实际上在二维世界里面 决定一个地标的 应该是这样一个xy对不对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经纬度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简化一下 我们现在简化成一维 只有一个x x代表 x等于0的时候代表起点 然后它会一步一步的走 每走一步我们加一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 好 那么我现在要求你编写一个函数 然后可以计算出 可以不断的通过调用这样的一个函数 得到旅行者当前所处的位置 讲设起点是x等于0 好起点是x等于0 然后比如说旅行者走三步 好 那么你的函数应该打印出来 来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resout是等于3的 然后接着这个就是关键了 如果我再走5步 好 这个时候你的函数打印结果 应该是多少 不是5 是8 好 好 那么再走6步一次的 这个out应该打印出多少了 8加6等于多少 14 好 那么这个问题里面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大家想一想 关键点在于每一次调用函数的时候 需要保存上一次函数调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状态 如果说你函数的结果被清空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你的打印结果将不是3814 你打印的结果将是多少 你打印的结果将是356 因为每一次都会回复到原始的初始值0 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 所以说大家思考一下 可以给大家的提醒 就是尽可能也不用提醒 很明显的是用臂包来解决 好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好 那么还是老规矩 我并不会在这节课给出答案 还是希望大家下去之后 先把代码尝试着用臂包把它写一下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